可以 让你感觉 可以 让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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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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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上海 我后边这几个啊 下一次跟上 不给他们找个对象不行了 你让那几个姑娘上那儿报名去 怎么 没有黄磊啊 黄磊我不给 我要用 对 全是为我而来的是吗 24位女生对卢海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请选择 三号 男嘉宾的侧脸看得特别像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德国球员 叫罗伊斯 特别像我的妈呀 好男神的感觉不行了 我就是德国的混血 他就是德国的 百合 好帅啊 男嘉宾下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我太喜欢百合了 百合对哪个都说这个好 太可爱了吧 特别开心 就有一个比如说有一种 吃饭的有一种人就是 我就是这种一唱 哎呦 这好吃这唱这 哎 这也不错这 百合就是这代嘉宾好 这代嘉宾好 这代嘉宾我也喜欢 下巴一直掉着 哈哈哈哈 这就是找人喜欢 正能量 就你看那个饭装菜 哎呦 这个我不爱吃 哎呦 这个太胖了 哎呦 这个特别讨厌 不要跟我吃饭 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卢海 来自德国汉堡 我的父亲是德国人 我的母亲是上海人 我在家里还有两个 中德混血的表哥 13岁的时候 我随母亲来到上海居住 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也兼职做过模特 大学毕业后 先做了一份 时尚杂志的摆面设计工作 接触时尚圈也接触的比较多 参加一些时尚品牌的 发布会的时候 会穿的比较隆重 但是私底下 我还是觉得衣服舒服就行了 现在呢我和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红酒店 平时呢我比较喜欢白蒲 因为白蒲比较清甜 更适合年轻人 而红蒲味道比较厚重 更适合成熟稳重的人喝 刚到中国的时候 因为我是混血 人又没有长开 很多人都会以为我是新疆人 直到高二的时候 我抒起刘海 别人才发现我是外国人 现在也常常有人惊讶 我的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 讲话的时候 还带有一丢丢的金枪 口音经常会被别人带跑 平时又不打车的时候 司机也经常会把电话里的声音 和我的脸对付上号 聊不到我 到了中国这么多年 我觉得中国人的性格比较随性 发相比较德国人就很严谨刻板 比如中国有的人会说 改天一起吃饭 那只是客套话 但是德国人就问 你什么时候吃饭 改天有时间吗 我看那片子的时候 脑子大概回忆了一下 这哥们大概应该 至少是2016年这个舞台上最帅的 谢谢 谢谢 哪个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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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挺帅 因为我也是 就是我是西安人嘛 但是就从小到大 就会有人就说什么 哎 你是不是新疆的呀 哎 你是不是混血啊 就会问我 问你是不是新疆的 因为我真的是化了妆 看不出来 那是卸妆之后 你可以看出来 哎呦 鼻梁鼻子也高 哎 他有可能啊 他那个汉唐朝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 在唐朝的长安 生活了一万多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 哎 你就是打那会儿留下来的 对对对 他当时流行的这个 无福吉社嘛 你查查你们家祖上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我跟你说 可能在西域那一带 12个 刚刚你说德国人比较严谨 说要说请人吃饭 就一定会吃饭 其实我是一个 也很认真严谨的人 比如说谁在微信上 朋友圈给我说 改天有空一起吃饭吧 我肯定就会把这件事记住 真是这样 我这一两年啊 我在手机里边 有一个备忘录 就是怕那个 但是随着随口说的 我就不搭理了 但凡朋友 包括工作上的事 跟我说 哎 最近哪天 找个机会去一下 我只要一说到电话 赶紧拿本机上 我说这周没空 下周二 三 两天可以 你看哪天行 都说那两天我正好不在 我那就再约吧 但是我把这儿记下来 那个饭 我还经常会 还吃不吃那个饭 你要说不想给我吃 拉倒我就把这个擦掉了 拉姆 男嘉宾太帅了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男嘉宾你好 你把鼻子擦一下是吧 没有 我叫四人拉姆 德国队的队长也叫拉姆 诶 还真的呢 队长吗 拉姆 拉姆 对 拉姆 你也可以叫我拉姆 我是赞族的 我也是混学四川混云南 我以为四川混德国 我叫拉姆 那个拉姆是我们家哥哥 新上场的6号女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静 我24岁的时候就跟朋友说 如果我到26岁还没有嫁出去的话 就一定要来参加《非诚勿扰》 然后我在这里想说 我的男神就是黄磊老师 胖帅胖帅的 哎呦 你可以把帅字去掉 你真是不会夸人 就是 男嘉宾就是 我对你很有好感 因为我世界杯的时候 当足球宝贝 正好是分到这个德国队 然后德国队拿了冠军 我也拿了冠军 对 所以关注一下 哪一届德国队冠军 14年的那一届 14年的 对 06年我在德国世界杯 我晚上躺在一个 不怎么地的宾馆里边躺着 看电视 也听不懂 我就看那个 不需要听的频道 一换 突然看到一个足球场 一群姑娘 长得都还挺像运动员的 一丝不挂 连马赛克都没有 我想坏了 这承认频道 我想看也不敢多看 它收费贵呀 我就想 还具有研究 还介绍 我想再看20秒 我就换频道 就跑了两圈 突然往中间 中场那个一站 一排 贝肯鲍尔出来了 那个德国足协的主席 贝肯鲍尔往中间一站 拿着一个球 字幕出来了 英文 欢迎来到德国世界杯 那是德国世界杯的一个宣传片 尺度好大啊 朋友讲啊 这个就像戏剧一样 我们比如做这个乌云戏节 他们每次去我们这个艺术总监 我们去演员和团队去选戏 人家那个德国那个戏啊 没有那个拖这一段啊 就觉得演得不过瘾 我们得跟人商量 说你到我们那来演 能不能穿上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德国 看过舞台剧 他们今年有一个戏 就全裸 说演得那太嗨了 演四个多小时 这女的就直接 说就对着我们那戏也来 但是她穿上了 就对着观众女的往那一坐 啪 就开始聊天 她那个所有观众 非常地严谨 就是在看戏 绝对不会往外来想 今年有吗 对啊 你这样啊 你们乌镇戏剧节 这一次你把那个节目 搭着给我看 不穿衣服的你给我打个圈 我旁边好让我参考一下 好吗 来 我们看到情感经理 我谈过两段了 大学时谈的第一个女朋友 一开始还是很纯的校园恋爱 后来接触社会的多了 物质的诱惑让她摇摆了 她后来经常暗示我要一些礼物 而且越要越贵 但是买了她也不一定会珍惜 我当时觉得都是奋斗的年纪 劳动成果都来之不一 应该有一方在物质上一味的付出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她的占有欲很强 经常会检查我的手机 还删除我的异性好友 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一位朋友 联系得非常频繁 她觉得被冷落了 最后和平分手了 我觉得相互承载的恋爱 是更加好的一种关系 信任是最基础的 更进一步就是两个人互相提高 恍造想要的生活 现在我喜欢的女生类型是 动如脱兔 静若处子 我们能一起出去风 也可以一起宅在家里玩 据说两个人呢 两个人眼睛对眼睛的 近距离的对视超过一分钟 双方的内心会发生某些变化 有没有哪个女生 想跟她对视一分钟 我 我 我 邓倩 两个人在这儿 那个马加米准备一段音乐啊 开始 哎 哎 哎 怎么回事 你 有人已经放弃了是吧 你怎么回事 就是已经受不了了 就是想扑倒塌了 好 你回去吧 你 你太差了 一分钟都没到 我看有谁能 百合 好 快 好 这是 开始 还有十秒钟 我来蹭最后十秒钟 那我就给你对一下 时间到了 抬 抬点感受 抬点感受 就是心里就已经小鹿乱撞了 你这心里应该不是小鹿啊 10号 我想问一下 你有过想要结婚的念头吗 就大概是多少岁呢 没有 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想过多少岁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姐姐 她 你多大啊 24吗 24 这怎么都是姐姐 小于24都举手 看看 所以 你看看 好多 你看百合还小 百合也小于24啊 22 我跟你说老外对年龄正负10岁 无所谓 她感觉不到 还有一个就是她没 你这个问题问的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考虑什么结婚 她说她没有 但是并不代表她谈恋爱之后 就不会有 对对对 她现在没有 不等于 我觉得她是一个最正常的思路 就是我来找一个女朋友 谈恋爱 然后看合适的结婚 你说你现在找一男的 你们俩下去了 谈恋爱 谈得不合适 说那也得接 因为咱俩在《非诚勿扰》牵手了 这不是受罪吗 对不对 没有 先谈恋爱再结婚 好吧 对 我顺便说一下 她是处女座的 介意处女座的请别灯了 你看 呦 谁啊这是 好汉 3号 本来就没你什么事 我那个狠娘的那男友 就是处女座 我实在是那妈 没事 没事 但是我是狮子座 我跟她开玩笑的 因为我确定 我对不起你 把她的灯恢复了 我是跟她想开个玩笑 你把3号的灯恢复了 你要想面 我拦不住你啊 但是处女座这是个玩笑 好 来看下一条片段 他是一个比较细心周到的男生 平时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 他会主动擦一下酒瓶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在平时生活学习当中 是一个非常乐观 和喜爱钻研的一个男生 他非常的善于发现 然后经常会发现一些好吃的餐厅 还有一些好玩的酒吧 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分享 他自己的酒瓶也很好 如果酒桌上有人醉倒 他会主动送别人回去 恭喜你 进入到男生学类上 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3号 你看我对你多好 关键时候把你那个灯恢复了 有请3号 22号 来 我们看看这个德国宝宝的 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2号 我一说大屏一出2号的时候 有很多观众都有这种 哇 是这种口味 我想知道你选一个 心趣爱好 心趣爱好 看一下 22号 喜欢拍照 上网 唱歌 拍微电影 喜欢新奇的小微 喜欢尝试各种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喜欢吃 特别喜欢吃打茶馅 2号 喜欢旅游听音乐 最大的爱好是给朋友化妆小怪屁 是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 3号 喜欢足球 喜欢德国队的 是德国队的铁粉喜欢唱歌 会钢琴等乐器 小怪屁是 我 难怪你喜欢德国队 你特别喜欢他们教练是吧 对 乐夫 喜欢乐夫 然后吃 你挖鼻孔和吃都只是一套吗 链着的吗 不是 因为那个 莲挖带吃 男人乐夫是莲挖带吃的一套 没有那么恶心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 我三位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三位女嘉宾平时的穿衣打扮 是怎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风格 3号 我就特别喜欢运动服之类的 对 球鞋 淘宝运动饭 对 球鞋 淘宝运动饭是吧 对对 淘宝 你看我懂你 你应该说我懂你亲 你说这少一段 我不是搞大上的那个 他说那个 他不是搞大上的 淘宝 淘宝运动饭 来 张宁丽 我就是穿那种无音良品那种的 简约的风格 好 森女饭 22号 我一般上班的话 我会穿偏优雅风一点的 平时的话 就是小可爱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等一下 两位猜一猜 好久没做这个游戏了 黄岚先来 你觉得她会怎么选 我觉得她可能会坚持心动吧 坚持心动 黄磊 那我就来个刺激的 她就牵手3号 不会 她刚才都灭人灯了 那我就选择牵手这个 22号 22号 一生只睡一个人 要给她创作一手 好 来 2号女生 来 两位女生请回 我想对2号女生说就是 我比较坚持我的第一感觉 坚持我的那个演员 而且就是了解下来 那个2号女嘉宾她喜欢的风格 喜欢的就跟我比较相似 所以还是坚持了你 我首先真的 我非常感谢你选我 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太帅了 真的就是我特别激动现在 但是就是我真的很着急结婚 我今年31比我小7岁 就说我真的很着急结婚 然后就是可能 你风华正茂的时候 然后我已经忍老猪黄 就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谢谢 哎 太人了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生活 你看这个宝宝长得那么帅 连我是男人我都想多看两眼 但是呢 你看我们经常说碰到一些人说 年龄你介不介意啊 你说我不介意 那都是装的 但是你看她就算半个老外 她真不介意她6岁7岁8岁的 但是这姑娘那边介意 人家真着急结婚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她是真不着急结婚 那真没办法 像她这个年龄 谈个七八年恋爱不正常得很吗 但是呢 其实这31的张琳琳啊 你有可能找个这个 不在乎岁数的 倒也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你要不然你得往你那上面找 也有点费劲 我们这来的岁数小的也不少 是这样 黄磊说的话呢 当然你已经做了这个选择 我们非常尊重 但是我觉得什么事啊 咱们就当一个案例来分析啊 你说的那个 我百分之百的能够理解 理解 再帅 不能当饭吃 对不对 尤其是我着急结婚 他 人家不着急结婚也是真的 但是呢 但是 如果他是一个纯种中国人 你这么想 没什么问题 像这个老外这些人 他觉得老婆大七八岁 他就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你俩可能一谈恋爱 谈了半年 他忽然跟你说 咱俩赶紧结婚嘛 这也没准 对啊 而且 你看老外 你别说 你别说你大七岁 你说大七岁我就撒孩子 无所谓 我喜欢你撒孩子 我就不生了 我自己不生了 就带着挺好的 这又跑不起 但这是中国人说的话 你要打个问号 他说不定 对吧 你可以拒绝他 但是你不要觉得 31岁就人老猪猛 对对对 我觉得41岁也风华正茂 你看他41岁也风华正茂 你看他 他 不说他个事啊 对 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天 都是风华正茂的 是他 跟排上两位女嘉宾 对视一分钟的时候 我由衷地感觉到 百合她真的很喜庆 今天心动女生 没有跟我牵手成功 我觉得可能是观念上面 会有一些不同 我的最有标准是 美丽大方 善于理解 温柔起切 还有最好是ABC这种 有一点地狱风 欧美风的女生 虽然我们是一个相亲结果 但我还是想跟大家说 我觉得婚姻的前面 一定要有恋爱 恋爱的前面一定要有好感 还有啊 这个台上的女生 我特别能理解 到30岁左右了 特别着急结婚 这种心情能理解 但是这种心情 在刚刚和男人交往的时候 稍微绷着点 你这个 特别 有时候男人有时候 也会受到惊吓 我记得四年前 有个女嘉宾 往那穿着一身婚纱 戴着个后隔板 把我那里拍 谁牵我下去马上就领证 我这个样子 当然 他有那么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但是呢 他那个一脸的那个样子吧 又不太都笑开玩笑 谁牵我下去 老娘带着 老娘拼了 老娘带着护隔板下去就领着 我这看了一段时间耍一会儿 对 就逮着唐僧了 把你洗了脱脱就烧了就 就要下锅的那感觉 你还得有一个 你再着急结婚 也得 你也不能把感情啊 把恋爱的过程都忽略了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是为了爱而结婚 如果没有遇到爱 就不要结婚 老有女生说 那个不以恋爱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是耍 马宁命 她是这样的 她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但是只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更是耍流氓 这话说得特别好 本节目由莉莉黄豆看得见的 海添黄豆酱独家冠名播出 海添黄豆酱怎么吃都好吃 《非诚勿扰》由 好吃不上火的港中蒸蛋糕 独家特约播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